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的武当山 这里是一座道教民山 我用这一个视频给大家去聊一聊 来这个武当山 它的上山的费用 还有整个的吃喝住 需要花多少钱 这里是乌鸦岭 也是一个住宿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所来 在山下它是下了小雨 然而到山上所看的 全都是这个雪 而且是有这个雾气 我今天是在乌鸦岭这个地方所住下 我们来说一说 它这个景区 它这个大巴车 现在整个湖北 它是因为有免票政策 这武当山也是免票 所以它这个没票是不要钱的 但是它景区的大巴车 是有费用的 是105 它这个大巴车是怎么操作呢 我们从景区的服务中心 一直上到乌鸦岭 它中间会有几个景点 这几个景点面前都会有一个站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徒步的 大家记清楚 它是不需要徒步的 它是有排山公路 当然如果你想走 它会很远 不是那种纯山路 那种徒步式的那种感觉 当然每一个站 它都会有住的地方 我是在乌鸦岭 从乌鸦岭再往上 上到这个景点位置 它就是圈徒步的路程 没有爬山路 但是它是有这个锁道 我在这里是找一间房间 给大家先去看一下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所住的一个房间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客栈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住的一个房间 我们住的是一个标准间 先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吧 这个冬天它有这个热水非常重要 这里有这个便池 有这个洗漱地方 然后今年中它这里还是挺暖和的 这是一个标准间 然后这里是一个窗户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山景 看一下雪景 然后有空调有电视 它整体一个环境就是这样 因为是在山上 它这种环境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干净的 看它这个被子这个床上 现在是一个淡地 所以它的价格并不高 而且如果大家来到的话 大家可以给它讲一下价 我住的这间房子这间客栈 它就在这个道路两旁 它这二楼就是住的一个地方 在这一楼就是一个饭碗 我们到晚上去在这里吃鸭饭 它这个因为在淡季 它价格应该也不会很高 然后就大家非常关心一个价格 它这个房间是一个标减 它的价格是80块钱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在居然是在井丘下面 一般也得这个价格 何况是在山顶上 我们住在这个位置 到明天早上我们写之后 就可以进行一个纯徒步的 一个爬山 这个山顶去看一看 它这个山上 这个住和吃还是非常方便的 到明天的话 我们去爬山 看一看那一段路程是怎么样 还有呢 这就是我是从这个武当山站 锁下来 它武当山站呢 是我坐了一个大巴车 那大巴车呢 是5块钱 它应该是有公交 是直接来到这个景区 然后呢 是105进来之后 它的景区大巴车是非常方便 而且呢是无限次 你可以在这个站是随意的上下 还有这个80块钱 所以呢 我们来这个武当山 目前它所用的这个煤票 还有这个住宿的费用 就是这个185 当然呢 这不算是吃喝的一个钱 这是整个的一个景区 一个住 一个界的一个钱 还有呢 就是景区 我们所乘坐的公交 它的路呢是盘山路 并不是登山路 大家一定要清楚 它没有这个登山路这段 全都是盘山路 如果你是走的话 也没有体验到那种登山乐趣 好 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景区 它前期一些费用的一些介绍 还有它入住的一些 相关的内容 等明天呢 我们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武当山的风光 去爬一下它登山路 看一下山顶的景色是什么样 那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